我之前有病人他就是拔了自己的指甲倒刺之后发炎 就他这个指甲周围都红肿 还就是蓄浓 造成他没有办法工作 我帮他引流之后再加上吃抗生素 他那个肿痛的情形才慢慢改善 大家好我是皮肤科林云轩医师 我们每个星期都有皮肤病还有医学美容的最新讯息 赶快订阅我们的频道还有开启右下角的小铃铛吧 大家应该有经验就指甲旁边 他有时候就是会有尖尖的小皮 那穿衣服的时候就容易会去勾到 看到的时候也会就是忍不住想用手去撕他 结果撕下来之后手指头就流血了 很烦 其实这种状况非常常见 有病人就问我说 诶医生我这个是不是身体缺少什么营养素啊 是不是缺铁啊 缺芯啊缺钙造成的 错事缺钱 一般来说这个状况冬天比较常发生 那因为疫情大家拼命去洗手 这种状况就更常见了 甚至有些人一整年都有这样子的情形 这种状况叫做指甲倒刺 英文名称叫做Hangnail 主要是因为我们指甲周边的皮肤缺水太干燥 结果角质化异常 就是你皮肤细胞间他就粘不好 他就裂开了 那不是身体出现什么问题 更和缺乏营养素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洗手洗太多次 然后或者是你用酒精消毒啊 尤其是像我们这种医护人员 然后清洁工啊 美髮业者啊餐饮业者 经常需要洗手的职业 非常容易遇到这种状况 那你会说 诶我的肤质明明就是油性的啊 为什么手会干燥 那是因为我们脸部的皮肤有皮脂线嘛 会分泌油脂来滋润皮肤 可是手皮肤的皮脂线 他没有像脸这么丰富 而且其实我们手掌是没有皮脂线的 那他就没有办法分泌足够的油脂来保护皮肤 再加上手是我们四肢的末端啊 血液循环本来就是最差的部位 血液功量少也会让皮肤变得比较干 如果你洗手次数又过多 然后你又用那种比较强的清洁剂来洗 就会把手指皮肤的保护层给洗掉 那就容易缺水还有干燥 而且这种指甲倒刺也不只有大人会有 其实小朋友也很常见啊 虽然说我们觉得小朋友的皮肤好像很水嫩 可是他们有时候就是玩东玩西的 玩大妈的 然后也会常常需要洗手 或是他们就是会洗澡洗太久 就会造成他这边就是手指的皮肤比较干燥 那就可能会产生指甲倒刺的情形 还有就是说如果你喜欢抠手指 有些人就是习惯会抠手指 或是有咬指甲习惯的人 也特别容易有指甲倒刺 那手指出现指甲倒刺不仅就是看起来不舒服 而且摸起来也怪怪的 你就可能一时手痒就想把他那个尖刺把它拔掉 那就有可能弄巧成拙让自己受伤 因为其实那个倒刺他是圆锥状的 那他越往下面他的韧性越强 你如果这样子硬去把它撕掉的话 拖操又撕过头 反倒是会撕到深层角质层 对皮肤会造成更大的伤害 然后甚至会流血 那如果说你很常这样子做 还有可能会让你指甲周围发炎红肿 也就是形成甲勾炎 我之前有病人他就是拔了自己的指甲倒刺之后发炎 结果他这个指甲周围都红肿 还就是蓄浓 造成他没有办法工作 我帮他引流之后再加上吃抗生素 他那个肿痛的情形才慢慢改善 接下来我就教大家如何就是清除指甲倒刺 那首先就是大家要先把手洗干净 然后第二个步骤就是软化 就是你可以先把你的手泡在温水 5到10分钟让手的皮肤软化 或者说你也可以在指甲倒刺的部分涂凡士林 就是用画圈的方式轻柔的按摩让皮肤软化 然后你还要准备那种消毒过的小剪刀 就是在那个倒刺的根部就是把它剪掉 记得你不要用拉的也不要去用扯的 这样子比较不会受伤 那第四步骤就是说 假设你真的不小心剪掉之后还有伤口 你就是可以涂一些抗生素的药膏 避免感染 然后再用OK棒把它包起来 那如果说你剪完那个指甲倒刺没有伤口 那就表示技术很好 那你之后就是可以涂护手霜做保养就可以了 那大家平常在家应该要怎么保护手部的皮肤 来预防指甲倒刺 大家其实可以参考我们之前就是手部保养的影片 其实讲的非常清楚哦 那重点就是在提醒大家就是 第一点就是你少碰水跟清洁剂 如果因为你工作真的没有办法 或是说你要做家事无法避免 你一定要记得戴手套 那如果你手套有进水弄湿的话 一定要把它换掉 不然你整只手泡在里面 闷着会更惨 那第二点就是说你要勤劳使用护手霜 尽量你洗完手都去擦护手霜 或者是说你可以三到四小时擦一次 然后你挑一些比较滋润一点的护手霜 或是凡士林都可以 不过再提醒大家一下 你擦完油脂的护手霜之后 你要避免戴乳胶还有橡胶的手套 不然那个手套会变质 那第三点的话就是你要改掉坏习惯 如果说你就是有抠手 或是喜欢咬手指的习惯 你也要改掉 才不会让指甲倒刺一直出现 有人说啊手啊是我们人的第二张脸 现在我们疫情都只能戴口罩嘛 那你第二张脸怎么能不好好保养 希望今天这一集可以帮大家矫正迷思 然后提供实用的保养观念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如果你曾经有指甲倒刺 欢迎在下面留言分享你的经验 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内容 欢迎按赞分享给你的朋友 还有记得订阅还有开启右下角的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 如果你洗手次数又过多 然后你又用那种比较强的清洁剂来洗 那就会把手指给洗掉 令人发紧